乘客您坐好了吗 我们可以出发了 哎 这个要挺帅 哎呀 哎呀 我的天哪 这桌全上歌啊 哈喽 大家好 现在是某一天的早晨 我现在要出发去一个地方 我的司机现在站在这里等我 嗨 麻烦开车门好吗 你好啊 我们出发了 这个是我的专属司机 闲仔 来给大家打招呼吧 闲仔 乘客您坐好了吗 我们可以出发了 你坐过专车没有 你知不知道人家专车的口径是什么 你至少不能给那个差呀 你说乘客您好 欢迎乘坐闲仔专车 请您系好安全带 请您系好安全带 车内温度合适吗 车内温度合适吗 嗯 那个 我们现在可以出发了 快走吧 我现在要去搞一下我的这张脸 因为我后天要去青岛 参加那个微博红人节的活动 然后我这段时间 这脸上长了好多的那个痘痘 闭口 它还开始往耳朵蔓延了 我现在耳垂的这个地方 都能摸到里面有那个硬硬的颗粒 就是长的痘痘 摁着疼的 然后我前天去做了一次真亲 然后今天我想去医院 看看能不能刷个酸 做个光子 能不能让皮肤看上去再细腻一点 我刚才突然发现自己没有肩拳带 我忘记了 刚才赶紧系上了 你不觉得我上午打了之后 现在脸一下就变白了吗 那看起来没那么明显 明显白了呀 就摸着也细一些 你摸你摸你摸 滑一点了吗 你每天早上吃了不也这么滑吗 哪有 我这几天皮肤可粗糙了 今天打完了之后就滑一些了 今天是不是比昨天滑一点 是不是 是吧 是吧 你想告诉我老娘的钱白要花了是吗 你刚刚本来想跟我说什么 我刚刚本来想说 你这个头像换的挺琴的最近 哪有挺琴的 我给你们看我最近微信换的头像 诶我手机呢 你知道 可爱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画你头片吗 不知道吧 上次我晒了一张 我和欧阳还有杨总闺蜜群的聊天截图 然后他们两个都是自己的照片做头像 结果就看到粉丝在评论里留言说 原来年纪大的人真的会用自己的照片做头像吗 然后我就看我的工作群 我们工作室好几个98年的小妹子 没有一个是用自己的照片做头像的 只有我 然后我就决定这次把我的头像换掉了 换了之后我也是年轻人 好了我现在准备午睡 换上我的保洁工作服 哎呀我去 你说没绕拨是容易吗 还得装个睡 谁来关相机 好了我真的睡了 午安 我的行李都收拾的差不多了 再有两个小时就要出发了 我今天本来打算这个鬼样子出门的 但是我刚才看到小助理打扮得非常的时髦 我不能输 我等会就回去洗头 我洗完头发了 我跟你们说今天有一件特别搞笑的事情 就是今天小助理一来工作室 他打开冰箱然后说 哎我这个橙子怎么没了少了这么多呀 然后我刚才在旁边我突然意识到是被我给吃了 我搞错了 就是欧阳他从湖南也给我寄了两小巷那种湖南的紧密 然后是另外一个小助理帮我放到冰箱里的 不是我自己放的 所以我就不太清楚 然后就你们知道的这个小助理呢 他妈妈也给他寄了一箱橙子 他也放到冰箱里了 然后就有点乱 这两天我吃的全部都是这个小助理的橙子 没有吃我自己的 然后我现在是把家里的这个拿错了的橙子给他拿回来 我现在正要过来我要把橙子还给他 这个酸奶呢是上次新闻上次那个资源赔给你的 我跟你们说上次特别搞笑 就是我们俩出去 然后呢我从家里也带了一瓶那个酸奶给他 然后我在开车他坐富甲里坐 他就满怀期待的想打开 一打开看里面好像有空了一点 当时你知道我的视角看见是什么吗 他就默默地打开酸奶 然后就打开 我两个愣了有十秒是吗 哎这是喝过的 然后我说哦不好意思拿错了拿了瓶喝过的给他 好这还没什么 然后当时我就出发前我就跟他说 哎我带了点咖喱啊 我从超市买的那种什么松饼之类的 说你要是饿了跟我说 然后他说好 因为他说的非常好 说那个面包特别好吃特别香 然后我就特别的期待 然后他吃的时候还没打开 只是拿过来看了一眼看了一眼对 然后发现全都长毛了 长毛了 而且关键是那天下午我自己吃了一个 我没有发现 等于说我自己吃了一天长毛的 所以那天下午的节奏是什么呢 是给你个酸奶好好好 打开 哎喝过的 吃个饼看看 哎长毛了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哎白赶动 我们我们好像又碰到明星了 没时间没时间 快快点快点 拍小助理出发的是谁 快点问一下粉丝 好尴尬 没回我 我已经是他本人看我了 公务场总共就我们三个人你知道吗 你快去问我给他们坐了一路 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 加油加油加油 小助理卑微的背影 杀鸡钱了 两个都是德云社的 然后是月云棚的土地 我实在想不起来名字 我们快到酒店了 到了酒店之后呢 先做核酸 微博爸爸听说直接在酒店大堂设置了核酸检测点 我们到了住这个酒店 哇塞 我们和德云社的人竟然同时都大 来我们来看一下房间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张单人床 这边一个小桌子 其实我们要在这儿化妆 洗手台是这样的 淋浴间 马桶间 好了再见 这里是美丽的我 现在我来收拾行李箱顺带 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我这次都带了些啥 首先是我的战衣 这次要 这次就是 那词叫什么来着 我也忘了 你说这两个美人画的 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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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碾压众人吗 对 傻瓜 我经常说的那个词 什么来着 也不是这方都演 好了你们懂就知道了 那这个这次的战袍呢 不出意外的又是一个不露腿的长裙 这个明天上身再给你们看吧 然后这是俺们的战鞋 没错 还是那一双四年前就有的 每次活动都穿他的那双鞋 你们都已经看见了 就之前我穿这双鞋 就粉丝评论跟我说 天天换双鞋吧 没错 我就是这么的质朴 只要现有的鞋里面 又可以搭的 我绝对不买新的 这个是我穿礼服 带的那个内衣 波波小姐 我靠时代的眼泪 我刚做博主的时候 给你们推荐的那个文胸 我可能有些新粉不知道 它最厉害的是 它是充气的 它这个地方是它的气囊 你不停地摁这里摁摁摁摁摁摁 然后里面这边就鼓鼓的 就充满了气 然后你不想要它那么大的话呢 你就按这里放气 它的气就会出血 小胸的福音 这个是我这一次带的珠宝 给你们看 准备好闪瞎双眼了吗 当当当当 我看这 这在行李箱晃的 已经完全没有行了 还当当当当了 这个是俺们这一次 就是来装逼的一些东西 明天再跟大家具体说 今天先不说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 维多娜的反晒 这我带的一个护发素 因为有时候酒边的护发素 不太好用 我的小牙刷 睫毛 蟹厨液 然后唇膜 发膜 眼唇蟹 然后这个 它虽然是一个蓝蔻的罐子 但其实里面装的是 赫莲娜的那个黑绷带 然后这个是 马铃狗子的那个 去痘精华 这个是眼霜 精纯的小样 我这个爽服水也是一个小样 前天不是做了那个光子吗 就带了几片这种 以美面膜 哦 这里还有个好可爱的 安耐晒的这种小样防晒 还带了一个这个 我跟你们说 我改天一定要在视频里面 吐槽这个东西 就是那天我开箱开了的这个 攀亭的小彩蛋 护发精油 这东西我再也不再买了 然后这边是 这是这次带的所有的美瞳 就是我带的比较多 万一不合适 可能会要换 这边是小助理的东西 他给我做发型的分析 所有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这种 便携式的运衣服的 还蛮好用的 这里是一个插牌 就是一定要带的 其他没什么的 差不多了 我现在在这涂制的油 哎呀 我这是个临时抱佛脚的人 平时完全不精致 就等到要见人的时候 才开始临时抱佛脚 这个颜色还挺好看的 就很自然 很日常 然后也比较显手白 准备睡了 我跟你们说 我觉得这一次 这个红人节 最令人崩溃的就是 它有一个走红毯领奖 其实很短 时间是上午10点钟 这么重要的活动 怎么知道化妆 也得精心花两个小时 做头发一个小时 再磨叽磨叽半个小时 10点钟要弄好 算一下 我明天要几点起床 好了 不说了 明天见 为什么要10点钟 走红毯领奖 天都没有亮 就不太方便化妆 因为我化妆 我要就是正面来光 会比较好遮瑕 像酒店这种顶光 就是太迷了 脸上的瑕疵 乱七八糟 什么都看不清楚 给你们看一下 我的这个化妆台 是不是看着很壮观 我们决定先做头发 做头发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我们一般会把酒店的椅子 拿过来 放在洗手台的前面 小朱里的工作台 都已经准备好了 好 我们开始吧 哎呀 我去 sorry 你可以在地下上 我就说说 你让 你让颈椎病 换成第一头 你真的好撒韧 这个干嘛 犯了一个B 你们听到了吗 你们应该没有这个梦期听到 你们没有这么lucky 只有小朱里这么lucky的人 才能听得到 好 继续 结束 好了 化妆去了 先吃早饭 吃完早饭再化妆 化完妆了 果然时间又不够了 我现在 跟前面就是一个人吗 然后现在要带饰品 带饰品 这个饰品呢 就看着就是 很高贵 有没有 就珠宝 钻 但其实我买的这个 这个钻 是人工合成钻 哈哈 因为你知道吗 这种东西就是 如果你要买那种 大牌的真钻的话 这条项链 至少得50万以上吧 我这种一年才参加 一两次活动的人 怎么会舍得花这个钱呢 戴个戒指吧 你看戴这个好吗 这个才大了吧 这是要戴大的 可以吗 好看可以 女明星呢 就戴一个就行了 走走走走 走走走 好穿鞋 穿鞋穿鞋 女明星 女明星也这么狼狈的吗 我现在着急的全身发抖 我再也不参加这种 10点钟就要到的活动了 给大家看一下 下面是这样子的 bling bling 然后裙子是这样的 哇哦 这种丸子头 真的是很适合参加活动 就是显得脖子很长 人很瘦 然后又显得很高级 哇哦 好凉爽啊 然后就是 坐车过去 哎 我披的这个围巾啊 就特别像那种 就是要去参加什么 慈善晚业的贵妇 你知道吗 哎 李夫人 昨天那个珠宝 你拍了多少钱啊 我本来上500万拍下来的 没想到最后花了600万 格局少了 我本来上5000万拍下来的 怎么想到花了6000万 真的是好可惜 哎 虽然这1000万对于我来说 也不算什么 贵妇 贵妇会这么摇头晃脑吗 然后就 不会 哦 这就到了 这么快 对 现在我在这个后场区 一会儿等着 Cue我就走红坛 我现在在林群 我叫她拍照的东方 上次走红坛 可是表明前吧 不知道该怎么办 今天这一席 我们的李群 是自己选的 还是朋友 或者是谁帮你们挑选 自己选的 觉得为什么会选一个黑色呢 灰色经典百搭高级 经典百搭高级 也是东北人吧 你是东北人吗 我是湖南人 湖南人哦 刚才睡了一下 我们现在打算出去溜达溜达 我们现在又出门了 然后我把头发搞了一下嘛 然后换了一个 这种大衣式的风衣 下面穿了一个白色的 那条裤子 双运动鞋 我们现在又去一个 叫石老人海水浴场的地方 好像就据说特别适合拍照 你们看 尤其是现在这个点 就有这种夕阳 然后这个白房子 据说只是一个保安亭 但是很漂亮 那边还有一个那种很美的书店 它是一个这种 还着的圆柱型的 晚上的时候特别好看 然后现在我跟小助理过去拍一些 就是想拍那种很有氛围感的 那种像韩戏画报一样的那种照片 就文艺感的那种 说好的韩戏画报呢 全是人 这咋拍啊 但是我相信我们是能够找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的对吗 我们去努力找一下好吗 可以啊 好的 我们到图片里的这个白房子这里了 其实是跟图片还是有一定的相似度的 不能说一模一样 只能说毫不相关吧 你看后面的这个天是好看的 然后现在我们打算先那个尝试着拍一拍 我站在那个地方 前面人来人往的 然后小助理让我摆出一副很文艺的感觉 很难啊你知道吗 就是我在那里一副就是 哦失恋了 哦我好寂寞 或者是或者是什么 哦我一个人出来散散步那种那种表情 但是我前面人来人往人来人往 然后每一个每一个走过的人都会看我一眼 我们来海边了 还蛮美的 这个书店就是这样子的 从里面看外面的视角确实还蛮好看的 但是现在里面基本上都坐满了 没坐了 哎呀我们刚准备走 然后有一桌 正好走了 我们就坐下来了 而且还是靠海的位呢 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饭 我们要去这个地方 叫做什么 马路牙子与蝶鱼头和小串 它是这种盆装的花式啤酒 这里面是啤酒 你知道吗 然后啤酒里面有什么柠檬片 枸杞 红枣 还有玫瑰花 就看着就很养生 然后还有就这个蝶鱼头 据说是台东区最好吃的蝶鱼头 网上评价说外酥米嫩绝了 那就让我们出发吧 我们到咯 我们就坐了 我们坐在了一个非常热闹的区域 给你们看一下我周围的环境 它就很有特点 它这个墙上壶的都是报纸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整个这个音效 就跟夜店一样 这是我们点的那个花酒 就是有这些酒坑的在一起 跟传说中的一样 是好喝的 是好喝的 不奇怪 祝屏幕前面的你们早日报复 到了一点烧烤了 这个是烤面包 好吃啊 蛮香的 招牌鱼头到咯 馋一馋你们 哈哈哈哈 烤烤 好他妈香 好嫩 然后外面真的是很脆 真的是外焦里嫩 好吃吗 好吃 小朱迪也觉得好吃 刚才小朱迪一脸色相 跟我说 你看到我们后面那一桌的吗 有个帅哥 不是有一个 是谁 他说不是有一个 有好几个 但是我刚才起来 回头的那一刹那 看到的那个是最帅的 我真的好好看 小奶油小生 然后就那种感觉 我的天哪 你发现了吗 你的黑汗流下来了 啊 他说我的黑汗流下来了 在哪里啊 那边 我的黑汗 我的黑汗 我的发这些粉 融了 带着吗 你听到了 小助理说 背对着我们做的那个 最帅 我都没有看到 我现在要 正好我去洗个手 然后看一下 是挺帅的 是挺帅的 他有黑汗的那种 他是我觉得最帅的 但是他很小 看起来 你说那个最帅啊 我看错了 不好意思 我觉得冒山的那个比较帅 冒山那个 冒山那个 那个是我回来之后发现 这个也挺帅的 哎呀哎呀我天哪 这桌传帅哥啊 哈哈哈哈 我们两个在这绝了 我们电舞台在那里帅 这个饭店 真的是一个宝藏饭店 我现在坐到了 小助理的座位上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那个座位 是可以支持 在看到那个帅者的小助理 常常要走 我给他换座位 他要看水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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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刚笑了 咪左边的大车 刚刚很奇怪的看了一个 哈喽大家 我都已经到守住机场了 昨天吃完饭后 就回去了 然后今天早上 招心忙慌的收拾行李啊什么的 也没有录什么东西 那这期Vlog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